大家好,我是燕成李 今天我又来不负责的脑洞了 先回答一个大家可能会产生误导的问题 在分析面灵器去向那期视频中 提到了面灵器在凤凰林和比丘尼相遇 有不少校伴有疑问 说不对啊,面灵器离开京都之后 比丘尼早就被秦银骗回庭院不在凤凰林了 那怎么会在凤凰林和面灵器相遇呢 这里是我没有把剧情放全 不少没看过龙木各邀剧情的小伙伴可能会被误导 剧情中的小女孩并不是面灵器 而是面灵器目睹了小女孩和比丘尼的对话 我们把这段剧情完整地放一遍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暂停看一下 那还不是比丘尼和面灵器相遇 问题来了 来到京都后的比丘尼 到底还会不会回凤凰林看看呢 觉得会的,但我们扣一 觉得不会的,扣二 凤凰火又不待见比丘尼 他回去干嘛呢 当然是回去补交30年的房租 事实上比丘尼确实回去过凤凰林 去年春节活动中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爸爸比丘尼,今日你有何安排吗 有位客人乘远州而来 我想带他到凤凰林看看 结束以后我再与秦明先生会合 那我们回头再见 请带我向他问好 说明比丘尼确实会回凤凰林 那就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碰到面灵器 不过这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对话中的这位客人指的是谁呢 一名成远州而来的女性角色 又和秦明比丘尼都认识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金鱼机 毕竟海国入侵刚结束 荒川战死,小金鱼内心 但紧接着就否定了我的想法 一是荒川离京都很近 不符合远州这一说法 二是后面SP金鱼机登场 同他的航海日记中得知 小金鱼出海了 那这个客人会是谁呢 远州这个词为什么要着重显示 荣业插鸡 生如远州,向死而生 这是日轮之城C集中 查鸡父亲写下的碑文 也是他对查鸡儿时的教诲 从日轮之城的地理位置来看 也很符合远州这一说法 日轮破晓剧情中 比丘尼看到碑文后 也用远州形容过自己 可我这些远州 却被困在一个漩涡之中 我一直努力想挣脱出来 但这个结果 只让我不至于陷入漩涡中央而已 一期一会说得容易 我却只能在这漩涡中打转 这也是剧情中的另外一个说法 深入远州,一期一会 你更喜欢哪一句呢 那后面查鸡 为什么要去京都找比丘尼呢 一是查鸡第一次与比丘尼相遇时 就发现他们是一类人 日轮之城 查鸡想阻止秦明等人前进 刀尖刺穿800比丘尼的身体 鲜血严利刃流出 却又迅速凝固 是吗 你也是身陷永结之人吗 二是查鸡父亲临终前说道 生命 船 海 尽头 所以查鸡选择了出海 并且出海后的唯一线索就是比丘尼 在小鲸鱼的航海日记中 也提到了与查鸡在海上相遇 时间上也对应了小鲸鱼刚出海 查鸡正好在来京都的路上 比丘尼去凤凰陵与固游相遇 那查鸡来找比丘尼的目的是什么 永生 轮回 别忘了日轮之城的剧情也是轮回 和轮回相关的事实不只有面灵器 大胆预测一下 接下来的剧情 包括周年庆 主题都是轮回 SP查鸡即将登场 SP荒川即将复活 顺便提一句 天狱的剧情也还没有结束 第十天阿修罗的身世也涉及到轮回 第二线已久的冥界组合也和轮回有关 还有那位大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全是个人猜测 点赞的事情就拜托了